今天在公園里看到人家养的那盆铜钱杂比较的旺 今天我就打算用一个美食袋 也养一盆出来 到底效果怎么样 刚好这个铜钱杂我就是在隔壁家里捡回来的 打算给它种到这个美食袋里的 先准备一些营养土 这种营养土可以育苗 还作为一些底肥 栽种一些花花草草绿菊是比较好的 这种养分是比较的充足的 栽种之前最好是放一点点复活肥 让复活肥更有利它的生长 把这些铜钱找这些不能要的给它修剪掉就可以了 留下下面的根部 这些藤条就可以了 把这些老叶片不能要的叶片 给它统统修剪掉 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是直接把它放进来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然后给它喷湿水物 让它充分的吸入 就可以把它放到一个玩性突破的位置 让它慢慢的生长就可以了 等到大概三个月的时间 它是能够生长成公园里的那个模样了 就长得比较的油力比较的茉莉的了 只要用对着这种方法 在家里自己也能够种植铜钱草 就是把它放到这个花架上就可以了 这样就让它慢慢的生长就可以了 如果发现它切肥了 就适量的给它补补肥就可以了 后期让它慢慢的生长 不要随意帮动 就是把它放到这个位置让它生长就可以了 好了 这期节目就跟大家简单的分享 铜钱草简单的栽种方法 好了 下期再见 礼物